好各位同学我们接着上午讲的这种接着往下面讲 上午呢我们讲到了如何使用Nike这个操作服务来对我们的数据进行这个模糊查询 那么大家应该也从这方面体会到百分号和这个下滑线它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紧接着咱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个批量查询就是WAR条件中使用这个印 那么现在我给大家出一个题叫做如何显示固员的编号为123 345和800这个固员的情况呢 那当然有些东西说老师我们前面不是学过那个查询条件的组合吗 我想大家有可能会这么去做 说到这个印象很容易啊 env表为了他们的编号等于123或者enpno等于345或者enpno等于800 这样子呢结果肯定是能出来的 可是这个这种查询方式啊不好 那倘若我们这个编号更多的话 那你不是得写大串吗 所以这种方法呢 它的效率比较低下 因此我们在进行这种查询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使用批量查询的方式来完成 你看啊 我这样写 一般我们使用印这个关键词来做 那么大家来看一下这个一句 我们其实可以这么去写更方便一点 而且效率也会高一点点 效率偏高一点 更高 那就是应该是select scene from emp where emp no in 然后把你的这个要查询的这个编号啊 通通的包在这个小圆括号里边就可以了 这样子呢 会比刚才的看起来也简洁一些 而且效率也高一点点 我们一般会在软件公司更偏重于使用 这种方式来进行查询 那当然这个结果应该也应该是对的 现在没有这些编号就查不出来 好 用这个关键字讲完了过后呢 我们接着往下面看 Is not 现在我给大家出一个题啊 我要求大家查询没有上级的员工的编号情况 显示没有上级的雇员的情况 那么这个呢 实际上你首先要明白 什么才表示这个雇员没有上级 大家就应该明白这一点 你看啊 我们 各位朋友请看 我们把所有的数据先查询出来 我们know一个 我们发现 现在同工有14个人 对吧 同工有14个人 那只有一个人 这个他的这个 A 这个MGR 是个 是个空 也就是说说白了吧 简单的查询语件 使用逻辑操作符号 这对我们来说也很轻松 这个要求是查询工资高于500 或者是岗位为manager的雇员 同时还要满足他们的手写字母为大写的结 但这个大小写我们现在已经没办法判断了 为什么 因为刚才我们已经知道 呃 2000它里面不区分大小写 所以说 没有办法 偶尔科是区分的 那现在这个语句应该怎么写呢 好 各位同学请看老师写一下啊 呃 以前我上课呢 一般喜欢叫学生上来写 可是现在 没有办法了 大家看我们这个语句应该怎么写啊 select 信号 from 但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不建议用信号啊 信号这个很恐怖的 但是现在因为我做演示嘛 我就用了信号 EMP表 为了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个个的把条件找出来 为了这个他的工资 要高于500 并且job 哦 或者啊 或者打一个空格 这地方要打空格 今天我看到有个同学 他喜欢把这个连在一起就错了 连在一起是大错特错啊 job 等于manager 因为他不区分大小写 这就无所谓了 整个把它包起来 因为他这个 这个作为一个整体的一个条件 因为他是写的同时还要满足 那就是and 啊 你这有小括号和没有小括号 结果是不一样的 这样希望大家知道 然后还要满足他的手写字母 那就是ename like like什么呢 他的结后面打个百分号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结果就出来了 请大家看一下 两个 那你如果把这个小括号打开 我们看看 他结果一样吗 就完全不一样 你得注意这个小括号和这个包不包起来是完全不同的了 这可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很多同学认为好像这个小括号要和不要没什么区别 都不对的 找两个 好了 我们接着在我们下面讲 out of buy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了 那有有同学学过呢 以前学过数据库的话 肯定是少不了out of buy的 咱们也就别说其他的了 你不管哪个数据库 这个out of buy都很重要 它是按顺序排 比方说 现在咱们公司老总啊 想知道 谁的工资最高 谁的工资最低 然后呢 从低到高 把它的顺序给我排一把 这个语句就很管用了 你要知道out of buy就非常容易的 把这个事情搞定 请大家来看 我每个呢 都有一个典型的案例啊 请看 如何按照工资从低到高的顺序 显示雇员的信息 select信号 让音频表 out of buy 因为它没有什么条件 它不是要显示哪些的 它是要显示所有的 直接out of buy out of buy这个英文翻译过来 现在就是以什么什么排序嘛 只要你英文稍微好一点 你英文看懂 那salary 完事了 走 我们看见 它把工资最低的 排在最前面的 最高的 排在最后面的 这样就把顺序排出来了 那理论上呢 这个地方应该指定 最后面其实有一个关键词 是指定从低到高排呢 还是从高到低排 它默认是这个关键字 默认是 ASC ASC是声序还是这样 大家猜得到吗 这个ASC默认就是声序的 你看 我加这个和不加这个 效果是一样的 那么我这就说明这个 out of buy默认是 默认是声序排列 声序排列 那有些东西老师 我这个恰恰相反 人家这个老总想看的是 从高到低排 而不是从低到高排 怎么办呢 好的没问题 out of buy后面加个DESC 你们去查一下这个英文单词 能查出来的 这是向下的 向上序的意思 那加一个D DE就可以了 完事了 你看这个A这个单词本身 这个打头就是有声的意思 DE这个组合词 你们学过那个词根的话 就知道这本身就有降的意思 继承和降序的意思 你看 现在500就排 5000就排在最前面去了 默认是 默认是声序排列 那你如果要打破这个声序的话呢 那你没办法 你只能在后面加一个DESC 降序排列 降序排列 那既然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既然我工资可以降序和那个升序 那我大家我想问一个问题 如何显示 就是把这个什么 把按照入职 按照入职的先后顺序 先后顺序 排列 那这个应该是不太难了吧 我问一位同学啊 我问一位同学 呃 你同学同学 你你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怎么改一下 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把柳哥改一下 这个改成什么呢 然后我是先后顺序 先的最先入职的排在前面 最后入职的排在后面 这个地方应该要不要改 是ASC还是DESC 非常好 因为它是声序的嘛 好我们来看一下 走 我们发现 真的是这样子 你看 我们最先入职的是斯密斯先生 虽然他的工资是最低的 但是他是最先来到我们公司的 这说明可能公司还没正式运行的时候 他已经先把我们这个公司打扫得很干净了 可能是先来先起来 把地扫干净 你看 这个未必你入职 早的人啊 工资就一定高 你看我们这个最高的人家是 1981年入职的 是吧 劳动才慢慢来嘛 所以说你会看到 这个 这个公司并不是说 这个公司并不是说你来得早 你的公司就一定高 其实现在公司也是这样子的 那你来了过后一直就是在 在搞卫生 那你公司肯定高不了 后面来了一个人一来 总裁 对不对 那他公司就高了 好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 先后出去就知道了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字段是 可以 是按日期 或者是按数字的 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假设 假设我按名字这样排出去 他会出现个什么情况啊 他这个会按什么标准来排呢 如果我算 一内 这个字段来进行这个 声序排列 那谁会排在最前面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这个人呢 不不这个人 Alan 这个会排在最前面 看是不是这样子 A果然是 那为什么 你看 这两个都是以A打 所以为什么 当时他是因为这个看第二个字母 再接着看第二个字母 如果第二个字母再相同 那看第三个字母 一一次为推 最终他还是能确定这个范围的 这样子肯定是能够找到这个规律的 所以说大家知道了 其实他是按照这个字母的那个 顺序来排列的 那我们接着往下再看 这有一个新的难题了 人家这地方 他是这么出的一个题 他说按照部门声序 而雇员的工资又降续排列 这个题他很有意思 大家想刚才这个 这个题呢 只能完成 谁的工资最低 谁的工资最高 可是人家还想 就是我想知道每个部门 每个部门这些 各个部门的这个雇员的这个薪水 他的排列情况是怎么样 他的要求高一点点了 那我们看看这个题怎么来排呢 其实这个很简单 我们可以先排部门号 再排薪水 这样子他会得到一个更好看的一个结果 大家请看 selecting from EMP表 order by 我先排什么呢 先按部门号 部门号 DEPTNO 那么这个呢 他是按照申序还是将去 申序那就不写了 申序就不写了 可是工资又是降续的 那就怎么办呢 可以找打一个逗号 再紧接去 而他这个工资是降续的 DESC就可以了 各位同学请看这个执行的效果 先检查一下语法没问题 咱们看看是不是这样子 各位同学请看这个结果 他首先把10号部门排在最前面 那么当然这前面三个人都应该是10号部门的 紧接着又排了20号部门 当然这四个人 12345 五个人应该是20号部门的 以此类推 可是在排10号部门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薪水 这个King这个人呢 是10号部门的 他的工资最高 所以说他排在了最前面 紧接着是这个这个人 紧接着是下面这个人 以此类推 那同样20号部门也是一样 像3030 2975 110 800 你看这个30号部门的 2850 1600 是吧 以此类推 所以说我们看到 也就是说 这里面提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我们这个排序啊 可以干什么呢 order by 可以 可以根据 根据什么呢 可以 可以根据 不同的 不同的字段 排序 那么排序的时候呢 首先考虑 第一个字段 紧接着考虑 第二个字段 你此类推 那你如果 还有字段 再打多号 写写写就可以了啊 这个我就不去演示了 好 咱们接着往下面看我们的案例 因为我觉得吧 这个查语 语军 你就多举几个案例 还来着直接一点 一看就明白 咱们接着往下看 有些时候呢 我们还需要对 需要用别人来排序了 比方说 各位同学 现在我要出了一个难题 我要求大家 把每个人的年薪 算出来 并且按照年薪 从低到高 或者从高到低排序 那这样子怎么做呢 我们来看看 诶 这个时候 如果你没有别人的话 比较比较麻烦的 现在出的题是 统计 每个人的年薪 并按照 并按照什么呢 并按照 从低到高的顺序排列 那这个题呢 我们应该这么去考虑 如果不 不考虑的话 比如把名字写出来 把他年薪找出来 salary 乘以一个 乘以一个13 加上一个 is not 我们上次刚刚讲过 这个函数 把他的这个奖金 乘以一个13 整个那就应该是 但这个我们可以 可以这么来做 把它合起来 这个应该是允许的 合起来 然后呢 我们 我们就是 Front 这种表 我们看看 这样是什么情况 这样我又统计出来 所有人的年薪了 可是呢 我还要对年薪排序 这就比较麻烦了 那有人说 这还不简单 你把这个整个 copy一下吗 你out of buy 对它排序不就完了吗 好 我们来看看 这样可不可以 我们来看看 这样可不可以 我们看看 我们首先来看看 语法 OK不 语法没有任何问题 再执行 也可以成功 可是这样好不好呢 这样我们认为啊 它是不好的 为什么 因为你前面计算过一次 后面又计算过一次 这样实际上啊 是一种浪费 倘若我们能够 对这个字段 取个别名 而直接对别人 排行的话 应该更好一些 对吧 这样子 你就可以这么写吗 你不知道哪怕 这些个年心 年 然后呢 后面你就out of buy 这个字段就可以了 这样的 它就少算一次啊 你效率又高一点 好 这个就不演示 大家去试一下 就可以了啊 我们接着往下面讲 就是可以对别门 进行排序 我们接着往下看 下面再来讲 一个比较重要的东西 叫分页查询 分页查询实在是太重要了 大家看 你们不管看那个网页吧 我们不说其他的 我们就看这个 我们就说google 我们就说google 连不上了 算 你们反正听老师说就行了 就是说有些时候 你看这下面 现在这下面就分页了 当你这个结果太多的时候 你不分页显示就已经不可能了 你不相信啊 待会儿我又有一个比较恐怖的方法 我可以让我这个员工迅速的增长到一百万 我要增长到一百万的话 你要是不分页的话 你想一想 这个地方 别说你自己看了 你自己 你这个一输出 这好多条记录 你的这个数据库都已经很慢了 说这个分页查询呢 很重要 可是这个分页查询 你看 在这个金银 给这个小金银 说等去到纸查询 咱们再讲吧 因为这块呢 要讲这个分页查询 必须要用到纸查询 不管是oracle 还是sacroso2000 还是sacroso2005 都要用到纸查询 而这个纸查询 现在咱们还没有这个基础 我这一讲吧 可能大家会晕 所以这个分页查询呢 我先缓一缓 在后边咱们再跟大家讲解 分页查询 稍稍的有那么一点点麻烦 但是也不是很麻烦了 再往下面看 下面呢 老师就准备 先给大家讲那么一点 这个表的复杂查询 可能讲不完 可能讲不完啊 先讲一部分 先讲一部分 我们来看看 表的复杂查询有哪些呢 我们首先看第一个 在实际的应用中 我们经常要执行 比较复杂的数据统计 经常需要显示 多张表的数据 现在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 较为复杂的sacroso 实际上 你要在软件公司 做过的人都知道了 人家考察你对数据库的掌握程度 除了DBA 除了不是让你当DBA 只要是当一个普通程序员的话 一般来讲都是一个sacroso 或者就是两三个sacroso 或者是一个数据表的设计体 来考察你 很少说 你来给我执行一个 添加语句 删除语句 更新语句 很少 一般都是select语句 那么我们来看看 在我们这个2000里边啊 当然其他的数据库里面也有 叫数据分组函数 max mini average sum 就是统计总数 count 就是统计的那个个数 那么我们来先看第一个题 第一个题 他要求如何显示 所有员工中工资最高的 和工资最低的 哎 我们来看看 那么 我跟大家来演示一下啊 有没有这些东西 应该很轻松吧 没错 如果你没有这个函数的话 我觉得一点都不轻松 mini 我把这个最低的员工 我这一放 最高的 把这个最最低的先查出来了 大家请看 最低是800 可问题来了 我想知道这个最低的人是谁 大家有没有办法 我想请朋友想一想 最低这个工资已经出来啊 我想如何显示最低工资和该雇员的名字 就是不但要把最低工资给我显示出来 还要把这个员工的名字给显示出来 那么现在大家能不能做到呢 有一个人能做到说 这个应该很一类啊 你就讲一类不就完了吗 这样子我们看看 好像你感觉 哎 这不最低工资吗 零资吗 我们看看这样他会怎么样呢 他说不对啊 这个 这个他为什么会不对呢 我们来看看 他就会提示一个错误 他说在选择列表中无效 哪个啊 这个无效 因为该列未包含在聚合函数中 什么叫聚合函数 就是像这种就是聚合函数 并且没有group by指句 他就觉得很奇怪了 因为这地方他没办法显示出来 但如果说 呃 呃 反正他就没有这个功能的 可是现在我就是要要求最低工资 还有该顾问的员工的名字的话 咱们有同学能做出来吗 我还没讲 咱们有同学能做出来吗 那个不是一会吗 这个 说一下 那你说我写 教育们做这些愚蠢的一个字 咱们对这些愚蠢的一个字 咱们对这些愚蠢的一个字 这个意思是要在这些愚蠢的一个字 三个字吗 然后呢 那是 were were 位 没错 这front 然后呢 位什么 等于什么 这样子吗 完毕了吗 大家觉得这个可以成功吗 各位同学开动你的脑筋 我把这个换一行啊 没关系 这个换一行我整体执行 好像是一行一样 我们来执行一下吧 我们看语法能不能过 语法都是错的 别说执行了 语法都过不去 比如我那个海产 把这个mini去掉 很好 换成塞了 有人这么说 我们来试试看 这个可不可以啊 也是错的 也错 也是错的 那 大家不是学过数据库吗 武汉原不是说 数据库学的还听错吗 说 这地方咱们怎么修改一下呀 对 那就怎么改吧 这个怎么改一下 我们先不做最好的方法 咱们先把这个实现了再说 那就是从 同学同志好像是这个意思吧 同学 是这样子吗 是这样子吗 我理解他的意思 是这个意思 这样子是不是就可以了 我们看这个可不可以啊 出来了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直接使用这个mini呢 因为mini这个函数啊 你是不能说是直接拿到这些东西来做一个等号 他也不知道你想干嘛呢 他这个语句其实就用了一定 在一定程度上用一下子查询 他用了一下子查询 但这样子你看 这个 他是怎么执行 我告诉大家 这个CQ语句执行的顺序要注意 这是很经典的一个话题 很多人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我们语卷 我们中国人读汉字是怎么读啊 比如说我写一个 中国 我写中国 你好 各位同学大家都应该知道 一看中国你好啊 我们看 我们这个读的时候 是不是从左到右读去的 来看这句话的 可是CQ语句刚好相反 CQ语句执行的顺序啊 刚好是从右向左 从右向左 那么我们可以这么来考虑一个问题 他首先执行这个括号里面的 如果这前面还有括号 他也是先执行这个最右面的括号 括号执行完了过呢 这个大家看到 整个这个会返回一个值 我把这个圈切一执行看 800 那这就可以当做一个什么呢 在一定程度上 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个表 纸表 或者是一个结果来使用 那么这样子 相当于 这个地方就马上就可以被 你可以这么简单 认为这就是一个800放在 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说我现在要找这么一个人 而他的工资和他的这个名字是 他的薪水刚好等于800的 这么一个人的名字和他薪水 刚好就最小的 这就解决了 但实际上这个写法呢 还可以再改进的更漂亮一点 后面会说到啊 后面会说到 现在我们先暂时 先用这么一个语句 先用到 以后大家记住一个原则 把你那种能够迅速排查的条件 尽量的写在左边 尽量的写在右边 让这个 这个语句更优化一点 这个语句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 这个语句优化的一个原则啊 我不知道大家 可能大家现在还不会去考虑这些问题 这个语句优化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则 就是尽可能的把那种能够迅速 让我们结果级降到最低的那个条件 尽可能的写在最右面 让他一咔嚓 马上就把这个结果级 由100万条迅速的减少到10条 或者是更少就更好 尽量的把你这种 就是能够减少这种结果级的那种条件 尽量的写在右面 但这个呢 一般来讲 你做开发做几年你就知道了 那现在大家可能还没这种感觉 好了 毕竟我们把它做出来了 虽说做法还还不是特别优秀的 但是我们毕竟把这个结果显示出来 对吧 史密斯 他的他的这个结果是800 800 好我们接着再往下面看 下面刚才我们就想 那当最最大工资就一样的了 最大就是max max 这就不说了 下面呢 还有一个显示所有员工的平均工资和工资总和 那么这个题又怎么做呢 我跟大家讲 你不用这个函数 你不用这个统计函数很很难的 当然有了函数你就觉得很很轻松了 大家请看 select 我要计算这个员工的平均工资 average average signer 总的工资 signer prong np 出来了 那你可以再取个点鸟什么的是吧 叫平均工资 这个呢叫总工资 总工资 我们这样子执行一下 就出来了 我们已经说过了 2000里边 这个地方不带任何东西是可以的 带单引号 可以 带双引号 可以 就反正你就这样 就看开一点 他这个地方有击中鞋吧 这个也没办法 你就是这么规定的 你不要有点焦劲 怎么 他怎么都可以来 这无所谓 他他 他愿意这样做就可以了 好 这是平均工资和最高工资 但觉得大家觉得这个挺容易的 但是我如果这么再问大家一下 你们马上又觉得挺难的了 请显示 请找出 对 这个应该也不会很难 不会太难 就是把高于平均工资的 平均工资 的员工 这顾员吧 的名字 和他的 和他的 工资 显示出来 那这个对我们来说应该也不难了 因为大家看到 你也可以采取我刚才那种思路 因为你现在可以把平均工资看成一个结果的话 那这个题就应该很简单了 就应该很简单了 好 这个不讲 我们接着再看 统计工有多少员工 统计工有多少员工的话呢 一般来讲呢 我们是用一个函数来做的 就这样写 塞拉尔的抗星 说 电梯表 完事了 大家请看 统计工有14个人 这个抗的星这个速度很快 现在因为我这个量比较小 如果这个量很大的话 你会发现抗的星这个函数很快 一下就把这个统计出来了 14个人 没有任何问题 那现在我把这个扩展一下 请大家显示工资最高的员工 这个应该没用 这个很简单 把这个工资最高找出来就行了 请显示工资高于平均工资的员工信息 这个应该也应该比较简单 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 你要找出高于平均工资的 你把这个平均工资当成一个结果 比较一下就可以了 你看啊 我简单写那么一句 我把这个语句写出来 高于平均工资的 select 信号front mp where 薪水 大于 select average front mp 这样应该能出结果 要不找出来了 说有这么几个人 他们的工资都 都把这个都比平均工资要怎么样了 要要高 可是现在没有把平均工资显示出来 如果说我还同时在 为难大家一下 并显示 并显示 平均工资 这样子就有点难了 就是你大家看 这边只有一个什么呀 比如说我现在 把这个取一个名字和筛呢 你看这样子 说 Jones 他的工资是 2975块 但是我希望在第三列 把他们的平均工资也显示出来 看起来比较 舒服一点 这个时候你要想一想 怎么把平均工资也显示到这地方 你看这地方要显示平均工资 大家能着弄出来 你要把平均工资 有时候老师这还不简单了 在这再来一个 老师这地方再抬一下 这地方大家觉得能行 老师 我把这个结果显示到 这个不就可以了吗 你像这样子来做 我们看一下这个会出现什么结果 还真出来了 虽然出来了吧 但是又不好 这样子太太太笨拙了 太笨拙了 他其实这样 确实会反 把这个平均工资 反回来 你看啊 27 2073应该是平均工资 大家一看 每个人确实是高于他啊 但是这种这种不好 将来我们学到这个紫查群过后呢 再回过头来看 这种写法写法效率不是很高 结果是能出来 但是效率不高 我们还暂时不这么做了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啊 咱们接着往下看 呃 我们再把这个group by 和handling这个指句讲完 我们就应该可以这个休息一下 然后就开始练习了 group by和handling这个指句 用的也是蛮多的 呃 什么时候用呢 分组 group by对用于对查询的结果进行分组统计 handling指句用于限制分组显示的结果 这用的蛮多 我现在还是以案例说话 因为你单讲这个group by handling 比较的枯燥 我先看第一个企业 假设你的项目经理也好 啊 你的面试官也好 给你戳这么一个企业 请问如何显示 每个部门的平均工资 和最高工资 哎 这个呢 跟老师这个刚才不是讲过了吗 老师 不平均工资 那就是AVG 这个不就完了吗 那个最高工资 我们先把平均工资搞定吧 最高工资可能 最高工资 先把平均工资搞定吧 from ENP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你这么查询的话 你是把 你是显示了所有的 你是显示了所有人的平均工资 那么你这个地方 人家要你统计出各个每个部门 那就有个部门号 那你怎么办呢 再加一个group by group 就是主的意思 by就是按什么什么分组 大家看这样的结果就不一样了 他 他说啊 10号部门是这么多 平均工资是这么多 20号部门是这么多 30号部门是这么多 所以说一看 假设你说有一个亲戚要到公司那边去了 你肯定把它插入到 插到这个10号部门去 因为10号部门平均工资高得很 就一下子看出来了 这个东西你就 所以说你就看着 他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价值的 当然现在我们我们的人是14个人 你倘若是1000个人呢 是吧 这一个指令就可以让这个老总知道 哦 现在我们哪个部门工资最高 你不相信你去查一下 假设我们这一张表 把全国人民 全国人民信息全部输进去了 然后你group by 部门编号 你会发现 这个电力厂了呀 然后是那个中石油中石化那些公司 肯定平均工资相当高 然后再给人家一比较 再给我们一些普通行业比较 肯定比很多 他就有一定价值 他就有一定价值 他能把数据一些特性展现给大家 最高工资 这有人会说 说老师你这不是还有以前是最高工资吗 那么来看看这个最高工资写到这会不会出问题 大家先我先不执行 你们先琢磨琢磨 这个语卷能跑起来吗 应该能跑起来是吧 你看看能不能行啊 走一个 可以的 看10号部门的平均工 那你这可以给大家取个列名吗 我就不取了 平均工资是2910 最高工资是5000块 22部门最高工资是3000块 他一直在推 所以这样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顺序可以颠倒 你说老师我把这个顺序 能把这个DPTNO啊 我放到后面来可不可以 当然这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他并不在乎你放在哪个位置的 只要你有这个就行了 大家再来看 执行仍然是成功的 没有任何问题 最高工资 平均工资 部门号全部出来了 但是如果我在 我就再给大家 再给大家 为难大家一下啊 我再说一下 并显示 并显示部门的名称 可能大家就打脑袋了 我现在不讲 但是我可以提一些问题嘛 如果你要显示部门名称的话 可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部门名称是在另外一张表里面 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 部门名称是在 是在这个DEPT 这个表里面 我们10号部门是 Accounting Research SaaS和这个Operations 那么在这个时候 你要再显示这个部门名称的话 其实费一番功夫 这就涉及到什么呀 多表查询 多表查询 那么现在这个呢 我先只能先暂时不讲 因为这一讲 它是多 专门讲多表查询 那块的时候在讲的 大家可以想一想啊 我给他抛一个问题 大家琢磨琢磨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下面呢 他又出了一个难题 他说显示每个部门的 每种岗位的平均工资和最低工资 这就更 更有点绕口了 他是这么认为的 他认为啊 大家知道 我们每个部门 我们每个部门都有不同的岗位 打个比方 我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啊 比如说10号部门 比如这是10号部门 这是20号部门 我就举这两个部门吗 这是10号部门 这是20号部门 可是大家知道 10号部门有这个 有这个职位 有这个Clerc 这个职位 可能这里面还不止一个普通职员 可能还有Manager这个职位 AGER 但20号部门是不是也应该 也有可能有这个 也有这个Clerc这个职位 也有Manager这个职位呢 完全是可能的 你们将来到公司里面就知道了 这个 其实这个 负责人啊 我们叫做项目经理 每个部门都会有的 只是说 市场部的那种是市场部的经理 那么我们开发部是开发部的经理 但是他们职位都是Manager 可是每个部门的Manager呢 他的薪水啊 水平可能还不太一样 于是呢 他让你统计的是 不同部门的各个职位的 批评薪水 那这个题怎么做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要多练才会有感觉 有了感觉过后呢 你就不怕了 大家请看老师这样给他写一下啊 走 AVG 平均工资 他 Manager 最低工资啊 Signer 然后呢 他要按照部门号 走 DEPT NO 还要按照照顾走 大家看我这个语句就出来了 Gruple by 我按照什么分组呢 我首先 按照这个DEPT NO分组 再按照照顾分组 结果出来了 好 大家看 这个结果非常有说服能力 说 这个没有排序啊 如果我要排的更好一点 我让他显示的更漂亮一点 我可以这么来招 招成一下 Oderby 这个DEPT NO吧 又怎么了 你同学在说什么了 大家请看 我们这样子 你看10号部门 说10号部门啊 说10号部门 有 普通职员 有Manager 有这个总裁 这样三个职位 他们的这个 每个职位 像Job 就是这个职位啊 这个职位 他的平均工资是 怎么两个都是一样的 这说明可能就一个人吧 这也是一个人 好像他们统统就三个人是吧 10号部门好像就三个人 下面就不一样了 下面20号部门 你看20号部门啊 他这个分析师也是一个 那就 当然这样就一样的了 但这个就不一样 你看 10号部 20号部门也有这个普通职员 他的这个平均工资是950 那么最小工资是800 好 这个可以看出来 因为我这 这个不一样 你看这个销售部门的 30号部门有销售人员 他们的平均和最低也看出来了 所以你们这一瞧啊 就发现 我们发现这个10号部门的经理啊 工资没有20号部门的这个经理的平均工资高啊 然后呢是30号部门平30号部门的这个经理的职位 那个薪水呢 又介于他们两者之间就可以看出来了 就可以看出来了 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好 咱们接着往下看 最后一个 我们把这个讲完啊 显示平均工资低于2000的部门号和他的平均工资 这个刚才好像已经讲过了 我们看看这个题怎么解决 显示平均工资低于2000的部门号和他的平均工资 我们先一步一步的分析 首先呢显示平均工资 好 这个就没有任何问题 平均工资 平均工资 塞了 这是平均工资 好 这个呢 平均工资我们先拿到了 可是人家要的不是平均工资 他是要求平均工资低于2000的部门号 那就说他现在要的平均工资可能还不是所有人的平均工资 而是部门的平均工资号 这样没问题 DEPTNO 我给他他 我给他他排一把序就可以了 哦不 分析组就可以了 group DROP group by DEPTNO 好 各位同学请看 我知道 还有最后一个条件 我们现在要找的呢 还部门的平均工资出 但是呢 他要低于2000 那 低于2000的话 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还要低于2000了 也就是说 咱们要挑选出这里面低于2000了呢 这个怎么办呢 那么又用个紫查询吗 不对 要用这个 Hanwin Hanwin啊 往往 Hanwin这个语句啊 往往是对这个分组过后的结果进行筛选的 我再说一下 Hanwin 往往 和什么呢 和这个group by 在结合使用 结合使用 他的目的是干什么呢 可以 对 分组 分组 查询到的结果呀 查询结果 进行什么呢 进行筛选 大明道我的意思 可是现在我们要筛选的是什么呢 我们筛选的是这个平均工资 我们筛选的是这个平均工资 要 大于两 要低于2000 再看看能不能接受 好 我现在把它 走一把 哎 找到了 平均工资低于2000了 其实就一个部门 三少部门 那有一个诺诺老师 你这个能不能用一个 别名去替代呢 比如说我都写一个 微微 我要直接写个微微来 可不可以呢 这个呀 这个 我们执行一下 先来看一下 编一下 语法是没有任何错误 走一下 可是他不让你走 这个 他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一句话 他是从右开始的 你看 他首先找到微微 他不知道微微是什么 于是就断在这了 他如果躺过我们这个语句啊 他是从左执行的话 那没准就OK了 可是他在这地方 他还不知道这是什么呢 所以说这一地方是不能够这么用的 不能够这么用的啊 这地方我们只能用这个 写到这里 OK 这样子一写呢 他就没问题 因为他这一平均 他知道 算平均工资呢 对吧 走了 这个给我出来 这是我们讲的 呃 汉民指挙的一个要求 那么后面还有这个 对数据总结 我们把这个总结一下 有些时候啊 你甚至 比如说 大家看到 有些时候 甚至你可能是汉民 out of by 和这个group by 三个同时在使用 那么我们总结一下子 分组函数 只能出现在 选择列表 或者是汉民 或者是out of by 指挙中 如果塞来的语句 同时包含的有 group by 汉民 out of by 那么他们的顺序 一定是 group by放在最前面的 汉民排在最后面的 out of by排在最后面的 比如说 大家看到 我把这句话 再给大家解释清楚一下 打个比方 各位同学 假设我现在是 显示工资高于 高于2000 那么我们这个语句 是不是就应该 变成大于2000 显然有两条结果 可是我现在 还有一个要求 我还要要求这个结果 从低到高排 并且 并按照 从 低 从低 到高 那这样子呢 就意味着 你筛选完了过后啊 还没完事呢 因为你筛选完了过后 可能有两条记录 或者是多条记录 那么现在我还可以 对这个结果 再排序 我换了一行 哪一个呢 对哪个排序呢 对他排序 走一个 好 这样默认是 因为我希望他是 从低到高 所以说 ASC 这语句话就越来越复杂了 他走一个 出来了 你看 2175排在最前面的 2910排在后面的 如果你没有这个条件 你试试看 你没有这个条件 他默认是 他出现这个结果 他就 他就跟我们要求不一样的 好 所以说 所以说老师讲了 你看 GroovePie也有了 Henry也有了 Outback也有了 那么 这个顺序是 Outback最前面 Henry在中间 Outback在最后 Outback总是派在最后的 因为他是排序的 好 这是 这是定义 第二个说法 第三个 再选择列 如果有列 表达式和分组函数 那么这些列和表达式 必须有一个 出现在GroovePie之一种 否则出错 打个比方 打个比方 比如说你这个Outback 你看 这里面 你看这个 这个列里面有DEPDNO 它就出现在了 DEPD 它这个就出现在GroovePie里面 倘若你这个GroovePie 一个都没有的话 这是绝对跑不下去的 你看这种 要是没有的话 那后面语具显然全部都错了 而且这个GroovePie后面 这个字段啊 一定是出现在 咱们这个列表里面的某一个 位置 不然的话也不行 好 那么这个地方大家看到就可以了啊 我们接着往下看 下面就多表查询了 但这个多表查询呢 我想啊 这个今天 咱们还是缓一下 因为毕竟讲了这么多内容 大家一直都没有练习 那必须要给大家时间练习 所以说这个 表的这个多表查询呢 咱们明天再讲 今天这一讲的先到这里 但是大家不要着急啊 我这有作业 我这作业还蛮多的 我这统共有两套作业 这是练习一 这怎么有答案了 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一个题 这是第一个题 待会我把这个答案去掉就行了啊 第一个题是 设计一个 对学校环境 有一个学校环境如下 一个系 有若干那个专业 哪个专业 一言只招一个班 哪个班有若干学生 那么现在要要建立关于系 学生班级的数据库 关系模式是班 这字段我都给你写好了 但是呢 我没有把那个什么呀 没有把这个类型给大家定下来 你们自己去定 学生有哪些字段 我也跟大家写好了 然后系有哪些字段写好了 要求大家用查询分析器 学管理器呢 你愿意用就用 因为学学管理器相对来说简单一点 但是呢 我们要求查询分析器 必须会掌握 这是第一个作业 第二个作业 第二个作业 现在有一个商店的数据库 记录顾客及购物的情况 请设计多少张表 请问你要有多少张表 每张表的字段是什么 一般来讲 这种数据库的设计题啊 在我们这个面试的时候 比试的时候 往往都有一道题 就看别人 就看你设计的怎么样 你可以展开你的想象 所以第一个题呢 我给大家规定好了 第二个题你就自己去琢磨琢磨 就是你们把这个东西 用尽可能的少的表 又可以把它的要求啊 都达到 这就是我们设计设计软件的一个目标 设计数据固定目标 尽可能的减少这个数据冗余 那么待会呢 大家自己想一想 这是第一个题啊 呃 还有就是这个练习 这个练习呢 全部都答 好不容易没答案 后面就没答案 统共有二十个题 统共有二十个题 那么待会呢 你就按照这个顺序啊 自己先把什么呢 先把我给大家这个 这两张表 就这这张张表 我把这个图给大家 我不给大家 把这个键表的那个 SQ语句给大家了 给大家 大家一三个拷贝就没就没用了 你们就按照这个表 按照这个给的这个图片 你来复原一下老师写的那些东西 不明白就问一下老师 把这个表先建起来过后呢 你才能够做练习一的棋 因为你没有这个表 你根本没办法做 好 所以说我们的作业 大概分成这么几个部分 呃 下午就专做这个棋 好 这一讲就先到这里 刿 İş 一 一 一